大家晚上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观战一下 目前S1蜘蛛哇对手厉害了 圆丁大海格心里傻豆啊 一个榜一一个榜二 榜一榜二人黄双排 优百菜步啊这边看太远 阵容上面来讲呢 圆丁带一手薄命 也算是一套完整阵容 而且这套阵容的一个牵制打架都有啊 面对S1蜘蛛嘛 我只能说这个阵容看上去完整 但是他不够硬 什么个感觉呢 就是嗯 就是你你你你得在某一方面特别强 比如这套这种特别扎实 比如你救人位特别稳 然后呢这边血特别厚 前期第一波扛住了 或者中期能补状态 我觉得可以跟蜘蛛保平 那么又或者呢 是那种打架真的是能打出非常高上限的 比如说呃这边祭司啊勘探啊 再配个古董啊 再加个仙芝啊 就这类的一个拔上限的阵容 就就就跟你打一波的 或者说就凭操作的 这个阵容呢 属于是嗯 什么都有但是呢 他哎 这这这这这还有在在在想偷袭这边飞行家的 就什么都有 但是呢 他在某个点上面又不够拔尖 以至于我觉得他打不过 就这个局你得是真的求生者这边在操作层上正面击倒这个蜘蛛才行 就你得有一波正面击倒蜘蛛的操作 而这套阵容里面的四个角色我觉得都 就跟操作没什么关系 就他们的那个角色都不太能正面把这个蜘蛛给操作的动 现在的话园丁这边是已经过来了 好看园丁这一波吧 因为前期的话其实呢 因为多打了一刀飞行家 所以说这边整体的机导节奏不算快啊 现在总量已经快到三台了 园丁这边卡半就一波 然后拆椅子吗 看园这边带摇 飞行家带不带摇 飞行家不带摇 看园总不能带摇吧 我觉得心理带摇是有可能的 因为心理跟园丁是开黑的 翻窗进来 这边把人捞下来 这边园丁把这边的机子给点了 看园这边往外走 这看园还可以啊 但是在博命时间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一波的牵制不够 你跟博命重叠的 这个磁铁啊 什么的操作确实蛮细的 但是不够啊 这里看一下怎么救人 因为园丁是没有大心脏的 好的 这边安排心理来 喂你别说 司灯开门站了 机子的话差了一半嘛 这边心理过来救人 舒服了 对吧 你拦我可以 但是我血后 哎 我坦克 我往前冲 你能怎么地 我三刀解的实力 现在就可以发挥 我只要不吃猪丝就行 猪猪这边蹭一下 当然我觉得打到现在这个层面呢 多抓面可能不高了 但是 哎呦 这波防守 这边是配了一口猪丝 是伤害够了 人没救下来 那 那飞行家这边是个派血 园丁去救人 园丁没有大心脏的 万一一个震慑 咔嚓翻盘了 讲道理 我刚刚已经心里面 咯噔噔噔 有点慌了 因为我说这套阵容是战胜不了 飞行家这边是机 交大盆先飞走 一口猪丝土重 好的 怎么说 那边的话人不要了 我就守这台机子 先守出一个新的传送 然后这边的话压住这个飞行家 你还别说这飞行家 你说能走吗 我还真不一定 一口猪丝扭掉 好的 下一波喷射背包 交不交 因为这个位置 已经离遗产机比较远了 你说省一个喷射背包 最后打吗 也可以 一口猪丝土重 好的 68秒的传送 人挂上 我们来想一想 这里的机子 心里去救人 这个心里一口一刀够不够啊 这个血线好像没有到四分之一啊 这个血线好像没有到四分之一 对 这血线如果到四分之一的话 刚才这边 那个心里就不会倒了 摇下来了 啊 马机压好了 那直接亮吧 这还等啥 翻个窗 这边还有个翻窗加速呢 快走 好的 这边马机点亮 突然之间 从挂进地下室 应该是蜘蛛大概率的一个多抓 到现在 好像 一切都不太能确定了 心里这边在点门 2% 飞行家这边的话 躲在一个建筑后面 看到飞行家了 看到飞行家了 蜘蛛这边 正在全力从此 这边都是没有板子的 心里 有飞轮 哎呦我腿 这波只能说蜘蛛太快了 圆钉这边82的门 飞行家不一定能走啊 小兄弟 你就一波喷射背包 这波喷射背包好像 哎哎哎 还回退了啊 兄弟 哎呦打到最后了 这边 飞行家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失误啊 这波喷射背包没交好 当然 他即便喷射背包交的好呢 我们现在看到蜘蛛手里面 还是有蛛丝的 我觉得也有机会能赶得上 这里圆钉 出来吗 哎出来了 预判到了 好嘞 顶盾一刀 哎呦 我吃又嘞 心里也强行点门 转圈圈 啊 转圈圈 哎 小粉丝 大海哥说 我跟他双牌的 我们俩一块的 能放我们一起走吗 我们一起的 我跟他双牌啊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